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个收款机的电源 这个电源呢 它采用的芯片是CR6842 它是这种塑缝直插八角的 电路也很简单 下面我们看一下它的构成 这段是220伏输入 这是插膜抗干扰电容 NTC的热米电阻 这段是保险 供膜抗干扰电感 整流桥 300伏滤波电容 供滤管 开关密压器 芯片 这个是供电滤波电容 这个是供电整流二级管 这个是输出的消费机二级管 这个是TL431 这个是输出滤波电容 都已经鼓包了 被我给换掉了 这是输出的电感 经过测量 发现芯片的供电脚短路 所以把供电滤波电容 和供电二级管给拆开了 拆开以后发现还是短路 证明芯片损坏 下面我们买了新的芯片 给它更换上 更换这个芯片 只需要把芯片引脚烫化 在后面给它撬一下 这样它就被焊下来了 这面同样的 接着我们把新的芯片上上 脚位要对好 把芯片焊上 这回测量供电脚不短路了 正常了 好 下面我们把电容和二级管焊好 插电测量 现在我们插电 看一下输出是否正常了 只是灯亮了 输出12.5V 正常了 下面我们测量一下 CR6842正常工作时 隔引脚的电压 在我们维修的时候 是可以用到的 那么我们测量一下 整流桥输出 电压值 306 把黑表笔放到这个位置 它的一角是接地 是0V 二角是纹压音角 接在光偶上的 是1V 三角是 高压启动音角 18V 它的四角是 频率设置音角 2V 它的五角是空角 实际上呢 它是温度检测音角 在这里呢 是5V 它的六角是 电流取样音角 我们看 它的电压 是 0V 它的七角是 供电音角 正常是15V 我们看是13V 13V 八角是输出音角 我们测量是0V 这是CR6842的电路图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仔细研究一下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